来 小吃吧 来 别翻了啊 给你吃美食 好吃的 上面你现在吃的是小大姐给猫咪们送来的猫草猫条 虽然是猫草猫条 但是里面都是肉嘛 下边那个也是稍微有点发红的是 明晴蜜瓜 甘肃的特产 可甜了 偷赏着 以前只吃猫条哈 你往下吃 那家伙那瓜可甜了 以前吃哈密瓜才有那种感觉 现在瓜的品种太多了 竟是不太甜的 现在鲜瓜基本都不这么吃 鲜瓜不甜的更多 明晴蜜瓜很少吃 今天买一个特别甜 以后还会继续买吃 它爪子采食物剩了 反正不采食物剩你也够不着啊 你看你前爪采着食物 后爪采着盘着边 你现在身体称长了呢 你要是团成一团就显得可胖了 拿着一个乖乖的在外面看呢 我去 那三只猫 路易今天没过来呢 苗苗 你是不是又淘气 爪子摘不下来了吧 我太难了 苗苗 你爪子是不是摘不下来了 等一会儿啊 我过去啊 来来来来 你忽悠我呢 你这臭不要脸呢 去 你五只猫都在这屋 表面 路易 果果 还有嘎的 我就点个名 没叫你啊 果果 我这未尝鼠呢 你们刚才吃猫蹄了啊 嘎的 嘿嘿嘿 坏了 还在吃猫蹄呢 没吃瓜呀 吃瓜吧 当个吃瓜群众挺好的 我出来了啊 咋出来了呢 吃饱了 不能 出来抖了 消化石 接着吃 好 你看 团在一起 也就是胖啊 可胖了 你瞅着这一抖了一身飞镖 你太胖一抖就是狂镖了 你看 还把爪子剩进去了 爪子 想粉丝大姐 既然猫条和那个丝粮 猫都挺爱吃的 你看 小叉鼠也挺爱吃的 你咋的 咋的 为啥突然就抬头看我呢 好像 这声音不太敏感吗 是不是又回去吃去了 没回去 呦 爬回去了 果然不能再胖了 再胖就 装不进去了 一走 甚至被房门卡住了 被房门卡住了 带着房门走 不吃了吗 又去 怎么跑那边去了 那边是干粮 瓜你没吃的吗 群众 记得吃瓜呀 也不知道你来回溜溜答答干啥呢 我不看你了 门关上了 我去 背 背对着我吃东西 你不让我看了 好像再吃瓜了 吃吧 可甜了 好了 视频就拍到这了啊 慢慢吃 祝你好胃口 慢慢看啊 祝你好四里